历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房子 就针对于这种假称 吃点啥都称点 就是脾胃功能虚弱 这叫义公散 义公散一共是五味药 其实就是四菌子汤 加上一味陈皮 森林猪草加陈皮 森林猪草四菌子汤 是见脾胃的基础方 身如果要是脾胃气虚的 特别重用人身 一般的脾胃气虚 用党参就行 一般的剂量 我们就用党参六颗 茯苓十颗 草白猪十颗 自甘草六颗 再加上陈皮十颗 那么这个房子 党参健脾一气 白猪健脾照尸 这两个健脾胃的 自甘草健脾一气 三个健脾胃的 那么健脾胃的东西多了 特别是党参 滋补之性比较重 怕滋补之性重 加一味柔和的 去食的药 腐灵 腐灵的诞生 历时反过来 有助于脾气的健晕 那么这四味药 这叫动静结合 主要治疗脾胃气虚 那么如果脾胃气虚 导致的食物不往下走 用一个陈皮 别小看这个陈皮 他这个陈皮啊 行气要降胃气 去弹湿 降胃气干嘛呀 胃气降胃顺 整个胃肠 胃和大肠小肠 都得以往下走 是他的正常的方向 陈皮就管这事 那么就是四菌子汤 健脾一气 增加你的胃肠蠕动功能 然后呢 陈皮呢 又让你蠕动的方向 一致都往下走 这么一来的话呢 有助于食物的消化 吸收 针对这种假称 吃一点东西 就称的这个朋友们 这个方式呢 煎煮吃一周到两周 就行了 那就是